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酸死 行 那 我自己吃 你也不许吃了 女生忽冷忽热 什么原理 第一 女生想试探你 第二 欲擒故纵 第三 不喜欢 第四 也可能是太喜欢 再看看这个 好 什么情况 老铁叔开花了 广告 虽说我实验分数比你低一丢丢 但是撩妹啊 我是专业的 小哥哥 我出发了 等我哦 服务吗 能不能免费视听一下 我这可是原创的撩妹技巧九点零 您能不能有点诚意啊 实验报告我帮你写 还要在教授面前 给我来一波无敌彩虹迅烂屁 让我在教授心里啊 比你聪明 比你优秀 比你强 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那 让教授语录君瞻 行不行 成交 行嘞 来 我完蛋崩溃了 你快帮我看看 李怡 你要不断地夸她 让她觉得 她在你心里是最好的 闪退了 你真厉害 哪厉害啊 你在我心里 是最棒的 我 我这三万多字白写了 你还有心情讽刺我 我恨你 第二点 霸道男生忍人爱 你必须 准确地补充女生的愿望 无论她怎么拒绝 你都要霸道我 狂野地实现她的梦想 你干吗 放开我 你带我去哪儿啊 你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你带我出来干吗 你看 都是蚊子 我没钉好多个包啊 有毒啊你 我看你望着窗外 挺想出来的样子 我不是想要出来 那是 我是觉得 那朵云长得很像小龙虾啊 第三点 最重要就是送礼物 很多男生送一些花儿不实的 花儿啊之类的 虚俗 你要送一些食用 这个 他就会觉得 你是个务实的好男人 食用吗 喜欢吗 你送礼物之前 就不能问我喜欢什么吗 你喜欢什么 花 傻子 来 嗨 小龙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什么 小龙他住院我过来看一眼 你紧张个什么 没什么好看的 看多了做噩梦 快走 小龙 他赶我走 你给我坐着 怎么样 早就没事了 都是他 神经病 非让我再住一个礼拜 住一个礼拜 放你出去危害社会啊 你 你出去 出去 出去 两块块儿 他就那样 你别介意啊 他 他是怕我把你抢走了 开 开什么玩笑 没开玩笑啊 我听他同学说 他为了给你做那个智能手环 毕业设计都没做完 再耽误 再耽误他自己毕业成绩都要受影响了 真的吗 对他来说吧 除了你 好像什么事都不重要了 你来干嘛 清瑶买的橘子可甜了 你要吃吗 如果真是 以此命中注定 为何忽远忽近 对视觉又吹不散的涟漪 我想我们好像 只是太过于坚持而已 如果只是 不讲明的约定 又有什么焦虑 我们的渐进是 永远或是 是细心 渐渐的暖语 是这故事最美突进 酸死 自从我们的微笑甜了总是不理 行 那我自己吃 你也不许吃了 太多的犹豫 要直面真情 自从我们的相伴甜了爱的意义 我明白了 青梅竹马最美的原因 幸福就像同关系 两颗耐看的真心 永恒的真谛 永恒的真谛 其实我跟秦瑶 不是你想的 喂 董事长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托马斯根据你整理的资料 找到了突破点 第一批药物实验 预计很快就开始了 真的 太好了 你身体怎么样了 我没事 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好 董事长说 药物研发非常顺利 乐迪你都病有救了 那个 你刚才跟我 我要赶紧把这个消息 告诉乐迪 我什么时候 在你心里能排第一